嗨 我是新人UP星鱼 今天我们开始太平洋战争系列影片的第二期 《决战中途岛》 根据大家的投票结果 以及这场战役的主动发起方 我们首先将为大家从日方的角度开始 这场影响深远的战役讲解 也通过这个方式为大家介绍这部电影的背景资料 我们今天的视频内容比较硬核 将围绕五个大问题进行 一 日军为什么要进攻中途岛 杜利特的空袭究竟起到了多大的推动作用 二 日军的作战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三 也是一个你绝对没有听过的角度 山本是否了解这个计划中的问题呢 他是怎么应对的 四 因为日军极度乐观 他们已经对战领中途岛之后的计划有所构思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大胆猜测一下 如果日军作战成功 后续的进展又会如何 五 结合影视作品和书籍档案 和大家聊一聊荧幕里和现实里 山本五十六的反差 视频制作不易 而且我也是新人UP主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三连支持 以及关注 感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个话题 日军为什么要进攻中途岛 战争开始前 日本陆军及海军制定了太平洋战争最初作战规划 南方作战 日本海军也把这个部分的作战称为 第一段作战 这个作战任务的主要目标是控制东南亚英美和的殖民地 并获得能够继续支持日本战争的 包括橡胶石油在内的战略资源 为此 南方作战又依据地区细分为了下列作战代号 包括目标攻取英属婆罗洲的B作战 目标是攻取当时处于英国控制下的中国香港地区的C作战 攻取马来半岛的E作战 攻取关岛的G作战 攻取核属东印度的H作战 攻取菲律宾的M作战 以及攻取比斯迈群岛的R作战 这些作战包括整个第一段作战 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推进 我们来看12月和1月留存的日军作战事项的档案 在里面只能看见上路成功攻略占领这几个记录 进展速度快成了什么样呢 快到日军还没有仔细构建接下来的作战任务 这个第一段作战就已经实现了 那么这个仗接下来要怎么打呢 怎么收场呢 日军把目光放在了他的对手上 荷兰不足为虑 因为他的本土已经被自己的盟友德国占领 英国也不足为虑 本土正在遭受打击 地中海上战事胶着 能够抽出来支援远东作战的海军主力也已经被重创 那么似乎太平洋方向上 未来的敌人就只剩美国了 他的资源丰富 工业能力是自己的近乎十倍 工业设施并没有受到打击 是的 他就是最有可能也最具实力开始反击自己的国家 那么这个反攻会从哪里开始呢 那个说着我会回来的美国将军在哪里 澳大利亚 这里就是日军大本营认为 盟军未来要组织反攻的最大基地 澳大利亚本土并没有完备的军事设施 这里的军队弹药装备多数需要海运致辞 他的老家长英国在这时候 表现出了撒鸭子不管的姿态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切断 美澳之间的军备和人员联系 就等于切断了澳大利亚 作为盟军反攻基地的所有可能性 可就在这个时候 杜利特他来了 16架B25 朝那个宣称本土不存在被攻击威胁的 日本海军脸上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关于杜利特的空袭和中途岛 这里有两个流行于国内的很多自媒体 和网络上的离谱的伪命题 第一个就是 日本人猜测轰炸机是从太平洋中部的岛屿上起飞的 大概率是中途岛 因此制定了中途岛计划 离谱啊 日本人知不知道杜利特的16架飞机 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呢 他们知道 非常清楚 日本人对当时正在服役的美军飞机性能和参数 有清晰的认识 中途岛距日本本土10万8千里 怎么可能是从这里起飞的呢 1975年 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所编辑的《战史丛书》中就详细记载了 4月9日 联合舰队发现珍珠港方向美军巡逻机活动频繁 4月14至15日 阿留申方向美军巡逻机活动频繁 做出判断 美军有可能在近期有所行动 4月18日 从一艘巡逻艇上 得到了发现包含两艘美军航母的机动舰队的信息 但是当时美军航母仍然距离日本本土有600海里左右的距离 基于美军舰载机的攻击范围 所以进一步判断是 4月19日美军才有可能对日本本土进行打击 这个时候海军给正在爱荡号上的近藤信竹 发布了捕捉并消灭美军航母的命令 只不过只不过日军没想到的是 这些航母上装载的不是舰载机 而是陆军的B-25 这才被炸了个措手不及 这怎么就变成了日本人猜测 轰炸机是从中途岛起飞的呢 这里有个插曲 在杜利特轰炸结束之后 日军大本营对外宣传是击落了敌机9架 但是因为那天是大晴天 无数东京市民百姓是看得清清楚楚 分明一架也没打下来 所以有市民就吐槽 说军队这个是打了9架空气下来 大本营觉得这个事情越传怀疑的人越多 而且对明星士气打击太大 所以特地组织陆军到中国大陆 收集坠毁的16架飞机的残骸 拉回日本展出 第二个伪命题就是 中途岛计划是因为杜利特空袭而制定的 这个说法没那么离谱 但是很不准确 同样是战史丛书明确记录 4月1日联合舰队司令部就已经把 中途岛作战的规划提交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杜利特轰炸前的17天 只不过当时日本的军令部 以切断美澳联系为首要 拒绝了这个作战命令 在杜利特空袭之后 加上山本56自己以辞职向要挟 那这个作战方案最终得以通过了 所以不能说日本本土受到了杜利特的轰炸 日军就制定了中途岛作战规划 而是这一作战规划其实之前就已经做好了 杜利特只是一个推手 让日本的军令部与联合舰队达成了共识 最终 第二段作战得以形成 首先军令部认为美军的反攻方向 仍然是澳大利亚方向 因此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军的联系仍然重要 于是他们制定了攻占墨尔兹比港的作战规划 简称MO作战 以及攻占斐济和萨摩亚的简称FS作战 这也是后来珊瑚海海战爆发的背景 其次 杜利特的空袭行动说明 虽然美军主攻方向在南 但日本本土随时有可能受到来自美军空中力量的攻击 所以必须向东向北拓展防卫圈 增加警戒范围 让美军空中力量或者航母的出动变得越加困难 因此 他们制定了目标攻占阿刘山群岛的简称AL作战 及目标攻占中途岛的简称MI作战 但是珊本有不同的理解 他认为美军的航母才是心腹大患 杜利特的空袭恰恰是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甭管什么MOALMI 引出美军航母并戒灭是最重要的 而其中珊本始终坚信攻击中途岛美军航母 清朝出动的可能性最大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MI作战 军令部和联合舰队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军令部的想法是一定要攻占中途岛 作为日军提防美空中力量的警哨 可是珊本则是希望通过这场战斗全歼美军的航母 换而言之 这座岛没那么重要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日军的作战规划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作战规划 根据联合舰队的行动 日本陆海军登陆并占领中途岛的日子为N日 整个MI作战和AL作战将在N日之前的三天同步开始进行 而针对中途岛主要会有四支舰队参与 第一支舰队南云中一所属第一航空舰队 主要舰支包括航空母舰六艘 高速战略舰两艘 重型巡洋舰两艘 第二支舰队 靖腾信竹所属 中途岛的攻略舰队 这支舰队的构成比较复杂 主要还可以再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田中赖三率领的登陆和护航舰队 接下来是提供近距离火炮支援的 力田舰南所率领的重型巡洋舰四艘 驱逐舰两艘 以及靖腾他自己指挥的主力舰队 包括高速战略舰两艘 轻型航母一艘 重型巡洋舰四艘 好 接下来第三支舰队 山本五十六所率的主力舰队 包括战略舰大河号 长门号 陆澳号 轻型航母 凤翔号 最后还有一支高须四郎率领的警戒舰队 它的主要舰支是四艘旧式战略舰 同时作为后备力量支援 占领中途岛的MI作战 以及之前提到的 占领阿留申群岛的AL作战 整个作战首先会从南云这里展开 南云所属的第一航空队 将在N-3日 也就是预想占领中途岛之前的三天开始 进入中途岛西北海域 并于N-3 N-2 两天连续轰炸中途岛上的 美军机场和设施 使机场失去作用 随后 南云将转向东北 进入伏击模式 日军判断 南云开始轰炸之后 美军航母才会从珍珠港出航 开始驶入中途岛的海域 但最早需要三天的时间 才能到达中途岛海域 所以N-3到N-1 这三天 南云不会受到来自航母的攻击 美军到达之后 南云也已经进入了伏击位置 所以是相对安全的 因此单单按照构想 整个作战里面 南云是不用独自面对 美军航母和中途岛机场上的敌人的 时间到了N日 近藤信竹的舰队 会开始执行对中途岛的攻占计划 并由之前提到的 力田舰南的舰队 来提供近距离的火炮支援 期间如果受到了美军航母的空袭 那么近藤信竹会率领自己的主力舰队 转向北方 进入南云先前设置的伏击圈 由南云摧毁全部的美军航母 而如果美军同时也派出了战略舰 则由山本率领的主力舰队接战 所以有一个说法 中途岛海战中 山本想要引诱美军航母 进入自己躲在暗处的战略舰程内 这条也是假结论 这个作战规划里面 最大的bug在哪呢 很多人都说是在日军的假设中 美军航母一定是从珍珠港出发的 完全排除了美军航母 游易在外的情况 所有的作战假设 都是基于这个原点而制定的 当然一般的历史科普 做到这里就讲到这里了 但是阿婆可以告诉你 最大的bug还在后面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三点 山本是否知道作战规划的问题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山本知道 而且在日军的兵棋推演里面 美军是如何胜利的 日军碰到了什么问题 都和最后的作战情况几乎如出一辙 在日军的兵棋推演中 担任美军角色的是日向号的舰长 他的美军航母没从珍珠港出击 而是埋伏在附近 并且趁南云突袭中途岛之际 突袭了南云的舰队 击沉了加赫号 赤城号也被命中九发高爆弹 失去了作战能力 随即整个联合舰队丧失了制空权 也就无法继续攻占中途岛了 你说是不是和之后的情况 几乎完全一样吧 连命中的武器都被他推演出来了 可是面对兵棋推演的结果 联合舰队的反应是 参谋长宇元禅说 赤城号被命中九发太多了 改改改成被命中三发吧 如果只是命中三发的话 那么赤城号应该还能继续作战 让他回到战场来继续打吧 看来战舰世界的天赋书里面 应该给日本航母加个复活技能 随后日军继续了推演 在推演中因为加贺号已经沉没 导致整体的飞机总数不足 所以宇元他又要求兵棋的判官改了一条规则 把日美双方的飞机交换比改成了一比三 这样日军终于赢了 而且还是惨胜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语言是马路 他为什么中途复活赤城号 以及更改空战规则呢 其实是想通过这个推演和模拟 看看日军在巨大损失之下 究竟要如何才能赢 或者说如果按照原来的这个作战计划 日军离胜利会有多远 这个推演过程他本人是非常惊讶的 也要求舰队以此为指导 要充分考虑美军不从珍珠港出发的情况 之后的作战会议上 宇元问一航舰队的参谋长草路龙之舰说 如果敌人确实先发制人的 从陆上或者海上向我们攻击怎么办 草路的回应是没办法 宇元非常重视这个事情 这才有了最后删本的那个命令 第一波攻击要轰炸中途岛 第二波攻击队要挂载鱼雷 预备对付美军的航母 戏剧性的事情还没有完 出发之前山口多文他反对作战 第一航空舰队的参谋长草路龙之舰 也反对作战 第二舰队的参谋长白石也反对作战 但是这几个人山本没怎么理会 可是近藤信竹他也反对了 他说美国航母目前仍有战斗力 加上中途岛上也有敌人的飞机 还是专注于切断美澳联系更具价值 山本的回答说 只要是我们的突袭能够成功 我方就不可能输 第五舰队的参谋长钟泽又说 机动舰队离主力舰队太过遥远 没有办法互相支援 山本的回应是 如果离得太近 美军就会因为敌人过于强大 而不敢出战 也就没有办法引出美军的航母了 面对各种反对意见 最后山本使出了大招 谁在反对立刻离舰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一直以来中途岛海战里面 我们后人分析的日军 在中途岛战役中的种种问题 实际上日军在战前 全部都推导出来了 比如各支舰队相距太远 无法互相支援 山本非常清楚 但是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第二战略规划 假定美军从珍珠港出发 太过理想 这点是联合舰队 通过兵棋推演的结果 充分预见的 但是作战只是做了一个小修改 那就是预留一部分飞机 挂在对舰攻击的武器 随时准备应对敌人航母 最后补充一点 是我比较少见到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南云的参谋长 也是后来联合舰队的参谋长 草陆龙之介他提出的反对作战的理由 那就是作战准备严重不足 经历了珍珠港攻击 东南亚的作战 以及印度洋的作战 机动舰队已经航行了超过五万海里了 军舰需要维修 人员需要休息 补充战损的新兵需要训练 在中途岛海战之前 一航战就已经出现了飞行员质量下降的情况了 有的新飞行员才刚刚掌握白天灼舰的训练 而且针对鱼类攻击机也有 以现在的战术水平能够在珊瑚海取得那样的战果 已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评价 不过在联合舰队这里 或者说是在山本本人这里 极度乐观的态度之下 这些似乎都成了小事 以至于草卢龙之界战后回忆说 虽然作战准备严重不足 我也有不满 但没有那么强烈的表达出来 相对而言 那会儿我更加关心的事情是 针对珍珠港袭击中战死的飞行员的噤声问题 好 接下来下一个话题 我们来结合史实 合理判断一下 如果日军占领了中途岛会发生什么呢 就在靖腾杏竹反对作战的那次会议上 他也曾经问到过这么一个问题 就算占领中途岛 后续的补给该如何解决呢 这也是军令部 尤其是陆军始终反对攻略中途岛的原因 打的时候你海军来了 赢了 结果呢 陆军来守 得多少人才能守住一个距离本土茫茫远 一览无余的小岛呢 你们海军能够担负起补给的任务吗 语言的回应是 不用解决 我们没有考虑过补给的问题 如果守备部队之后确实面临补给困难 可以炸毁岛上的设施后撤离 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是相当震惊的 抗日作战计划 可是后来一想 好像真是不夸张 我们来看到刮岛 是不是也是距离本土非常遥远 是不是作战时 海军根本没有补给上的有效对策 是不是最后也因为补给问题撤了呢 所以历史在这其实已经演了一遍了 只不过日本人当时没有意识到罢了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因为日军也计划了在攻占中途岛之后 10月份要进一步的攻击美军的夏威夷 如果计划得以实施 换而言之也就是以攻待守了 中途岛的安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哎 想得美 我们根据材料梳理一下 如果中途岛战役成功 这个成功模式其实会有两种形式 第一 占领中途岛 但未全歼美军航母 第二 占领中途岛同时全歼美军航母 UP认为哪怕成功也会偏向于第一种情况 因为尼米兹在中途岛海战的命令中 是非常睿智和明确的 他下令自己的舰队以打游击的形式出击 避免与敌人的航母或者舰队直接决战 加上最后的实战过程 我们也可以发现 南云从开始到最后 一直只发现了约克成号一艘航空母舰 那么大概率最后就会以击沉约克成号一艘航母 自己也损失一到两艘航母这样的结果收场 再之后 夏威夷估计还是要失败 因为南云这支舰队在处理中途岛机场的时候 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夏威夷的机场设备防御体系 可比中途岛完备的多了 不是一个当量的问题 而且敌人的航母仍然具有战斗力 中途岛你也有损失 所以最后哪怕不败在中途岛 在夏威夷也一样会败 那么如果是第二种呢 日军全胜了呢 那就是日本的大本营又一次以扩大战争规模 扩大战线的方式应对了战争 而且对比我之前说的 第一段作战的主要目标 是为了控制资源产地维持战争 这次的第二段作战 没有丝毫资源收益上的提升 反而进一步拉长战线耗费了资源 就算这四个作战全部成功 美军的航母也被揭灭了 那么日本将以一个 雷弱的准工业国的国力 建立起一条人类史上最宽大的战线 它维持得住吗 西边面对的是中国战场 坚持不懈英勇抗战的中国军民 西南印度方向 有正在重整旗鼓的英联邦军队 和中国远征军 南方及东南方有斗志不减的迈克阿瑟 东边有迎刃多时的尼米兹 在他后面是躺在船场里的 超过200艘的新式战舰 再望向北方 与苏联的条约又能坚持多久呢 阿普称呼这条战线为荷包蛋战线 中间是蛋黄 是它的本土 周围一圈蛋白 全是它的敌人 而且和德国不大一样的地方是 德国的战线是分主次的 北非实在不行 丢了也就丢了 没有那么致命 可是日本这一圈没有次要战线 全是主要战线 哪条战线无法维持 日本都会全盘结束 你说这个结果会两样吗 所以无论中途岛战役的结果如何 结局是一定的 这个就是我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一个话题 山本五十六 首先交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 我们回想一下 几乎所有拍摄太平洋战争的影视作品里 日本的 美国的 山本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这个部分up观点先行 线下很多人对山本的印象 来自于影视片 纪录片对他的描述 而这个形象是由日美两国共同打造的 这两个国家的传媒机器 在山本五十六这个点上 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默契 日本基于它的历史和宣传需要 它需要塑造一个看似有些智慧的海军将领的形象 美国基于美国的文化和宣传需要 需要塑造一个强大的智慧的对手 来凸显它更强大 更勇敢 再加上两国当下是盟友 所以这个刚开始反对对美作战 与美国有一定交往 战争初期也确实打出一定战绩的山本 再加上一点很重要的 这个人死得早没有被审判 所以这些标签就让他成为了日美星照不宣的一个 在双方影视作品里都能放大的角色 而这个角色其实与史实是脱节的 不知道大家的意见如何 我呢这里就有一些疑问和大家探讨 第一山本有他们说的那么智慧吗 我结合今天谈到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山本特别叮嘱南云 要预留飞机去炸航母 UP之前说过 这个事情主要是他的参谋长推导得出的结论 像是巡域把一条计谋给了曹操 曹操下了命令 那当然这个命令是曹操下的 但计策确实是巡域出的 所以在决战中途岛里 这个兵棋推演显然是把事情画给山本了 这个推演实际上并不是他主持的 换而言之 日美双方的影视片都有给他贴金的嫌疑 第二山本是知美派吗 我是怀疑的 我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就因为他去过美国 考察过美国 知道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国力差距 他就算知美派了吗 这点很多日本将领都知道啊 这个所谓的知美派是日美两国共同宣传的 日本想让自己看上去聪明一些 美国想让自己的对手看上去不那么愚蠢 所以刻意打造的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个掌握着世界第三大规模的海军总司令 是不是应该了解自己假想敌的工业实力呢 这算什么知美派呢 这是个基本要求啊 真正的知美派的表现 应该是了解美军的作战方式 熟悉美军的优势 劣势 同时能够制定出一个符合自己国情军情 能够有效应对美军方法的才叫知美派 但问题是 山本可是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一点 制定的作战方式能够有效应对美军的进攻吗 从来没有 好 中途岛你可以为他开拓 说因为美军破译了密码 还有航母 那瓜岛后期呢 美军太平洋上已经没有可以作战的航母了 山本挡住美军了吗 山本逼合美军了吗 山本的作战方式 一个个做出来 赢了只是能够维持战争 输了就得等亡国了 这是一个所谓的知美派 所谓的优秀将领做出来的事吗 第三 山本有没有美日影视片里的那种统帅气质 这个见仁见智吧 关键得看大家怎么理解统帅气质 但我就从中途岛战役的规划过程 两个细节就对这点表示怀疑 作战规划通过不了 山本说 那我辞职不干了 以此相逼 手下对作战命令反对意见很多的时候 山本说 有意见的人即刻离间 这有点像李云龙吧 我感觉 理论上按照他的军衔职位 对应到盟军这里应该得是 尼米兹 艾森豪威尔 或者是马歇尔这个位置 但你看看我提到的这三位 在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 面对不同性格 甚至不同国家的属下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同意的呢 基于这三点 我对山本在影视片当中的形象 是非常怀疑的 也欢迎大家补充一些细节 或者是其他观点 这部分内容 我会放在阿基米德大战 以及联合舰队司令 这两个系列里面和大家详说 那么带着兵棋推演明确的失败的结果 拿着既要轰炸敌人机场 又要摧毁敌人航母的作战任务 带着当时战无不胜 实际上是两鹤不在 战力下降的部队 南云会怎么做呢 美军又会如何出击呢 这部分的内容 还请大家收看下一期视频 视频制作很不易 希望大家看到这里呢 能够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感谢大家 我是新人UP星鱼 我们下期再见